哭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湘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 说这么几句 定场诗 今天这个回幕 发生在明朝 嘉靖三年 地点呢是 江西饶州府 福良县 福良县这 有这么一个地名 是全国人都知道的 哪呢 景德镇 出瓷器 时至今日一说 景德镇的瓷器 那是最好 手艺人很多 可以说 家家户户的 媳妇姓杨 杨氏 媳妇会画画 不管是花瓶啊 鱼缸啊 上面有画 都是媳妇给画 两口子就一个儿子 取名叫长儿 14岁 还小 也干不了什么正经的活 反正 反正跑来跑来 跟那家户户 一块芒咋吧 这个 邱老大 这个人呢 浑浊闷愣 一天到晚 好喝个酒 一喝多了 回家来 竟跟媳妇吵架 媳妇 也不是特别 正经的人 背着丈夫 有这么几个 相好的 素常是有些 往来 街坊邻居多有耳闻 也就是 瞒着他自己的丈夫不知道 这一天 邱老大不在家 杨氏跟家收拾屋子 干活 就觉得肚子疼 躺了一会儿 还觉得不成 这坐起来喊自己的儿子 长儿 长儿 孩子叫过来 干嘛呀 我给你一个钱 你去啊 买点姜来 葱姜算了那个姜 你买点姜来 我弄点姜糖水喝 为良我这肚子不舒服 快去 买完就回来啊 别瘫玩 哦 长儿拿着一个钱 打家就出来了 出来这一拐弯 对面来一孩子 也不是外人 就是 左林 出了门往东旭 第三个门 谁家呢 也是烧瓷器的 刘老三他们家的孩子 刘老三的儿子 叫旺儿 俩小孩碰着了 那个跟这个一边大 长儿说 你干嘛去 长儿说没事 我去买点姜 我妈肚子不舒服 买点姜回来 用点红糖水喝 哦 你待会儿再去吧 干嘛呀 咱俩玩会儿吧 小孩在一块儿 可不就这个吗 咱俩玩会儿吧 玩什么呀 咱俩玩钱 说着话 打自个儿身上 掏出一个老钱来 啊 这么一抖了 来吗 那么说 这东西怎么玩呢 小孩这东西 你拿一个 我拿一个 猜哪个是字 哪个是辈 钱什么 一边有花 一边有字 往地上扔 这一扔一喊 字 辈 看哪个喊对 谁赢了就是谁的 这孩没什么可玩的 玩吗 常儿一琢磨 不玩 我就一个钱 我娘让我去 买姜钱 万一我输给你怎么办 嗨 万说这怕什么呢 输给我 我再借给你 多得有 多得给我 你要不是小孩呢 还是玩心大 来吧 他把这一个钱掏出来了 那个手里也钻着一个 来啊 不许玩赖 字 这儿 啪 一扔 长儿赢了 给我 你看 本来要去买姜去 这不就挣了一个吗 我娘给我这个 我娘给我这个 算我的了 穿起来 拿着望儿的一个 还来吗 赌徒的心态就是这样 输的人 愿意玩 赢的人也愿意玩 为什么世上有赌博呢 就在这儿 这赢的 还想赢 我赢一个了 我去能赢十个 我还得赢 那那输的那种呢 更得玩了 怎么呢 我得把本捞回来啊 这种心态 好不了 来 咱们再来 又掏出钱来了 字 不 啪 一扔 长儿又赢了 G203 赢了这么 三个钱 钻在手里边了 行了 咱们到这吧 我还得买姜去呢 我得走 那个能让你走吗 你赢钱就走了 不成 你别走 咱们还得玩 我没辜负 我娘让我去买姜去 你说玩会儿就玩会儿 但老跟这儿 不一会儿挨骂了 你别走 你别走 赢了钱就走 你这什么人性 你看这个呢 小望儿一伸手 有大怀里 掏出一把来 往地上一扔 搓了一个堆 二十来个钱 你把我这堆都赢了 你再走 哦 去 我这堆 二十来个钱 你赢吧 长儿一琢磨 喝 二十来个钱 我这 合适啊 我别说都赢了 再赢他十个八个 也是白来的 啊 来 新车上来 蹲在这 两人来吧 中卫 九度可无胜价 天下哪有这个耍钱总营的道理啊 刚才接二连三的营 这回再玩 竟输了 好 孔夫子搬家 除了输 没有别的 输一个又输一个 好 不成 还得来 还得来 来吧 再玩 俩人就呕气 啊 我告诉你 倒霉到你身上了 我娘让我去买姜去 就是你没事干 你小坐死鬼 你非来着我一块玩 你看看 耽误事 一会我娘准备骂我 那说活该 骂死你都不多 知道吗 啊 谁让你愿跟我玩 你赢钱你不说呢 啊 这输了你妈嫌疑 不成 说的话 俩人就要撕不起来 望而手快 先把地上钱都糊了好了 揣在身上 啊 俩人你揪着我 我瞎的女 你给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俩孩子打起来 长儿的母亲 杨氏 在屋子里边是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本来这就难受 肚子疼 你难受 哎呀 倒霉孩子 这是上哪儿去了 啊 赶紧去赶紧回来吗 准事贪玩 我出去瞧去 打屋里就出来了 推开院门 往外边走了两步 一眼就瞧去了 俩孩子跟这 撕不起来的 也搭着啊 身子不舒服 这骨子斜火上来了 别闹了 我不是说 让你买姜去吗 你怎么跑着打架来了 啊 这缺德的孩子 给长儿一巴掌 哎呀 打我干嘛你啊 都是他 他非来着我 让我跟他耍钱啊 他他没老子 不让我走 他还打我 小孩打架 没有谁对谁错 错和对 都在家长身上 孩子能够做到罪过 你甭管他 啊 转过天俩人 该怎么玩怎么玩 天下的事 倒霉都倒霉在家大人身上 错误的这种管理的方法 才导致出很多的后患 啊 如果说这会儿杨士 说一说 别闹了 听话 该干嘛干嘛去了 万事皆休 就因为宠了自己的孩子 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 打这几句话上惹出来 十几条的人命 都是因为宠孩子惹出来的 啊 这一听说自己孩子受欺负了 走上前 一把 砰 把望而揪住了 轮远了 啪 这大耳贴子打了 打着小孩 滴溜溜转一跟头 站起来 哎 你怎么打我 我打你 这一伸手 撕住了凹领子 往还了一带 就这手攥住了 奔着脑子 那虽然说这小小子 但是十字的孩子呀 终归这是大人 啊 一边打一边骂 你个小短命鬼 你这是作死你 啊 呵 我就弄死你 这完了 蹭蹭 连打呀 这手啊 还撕着 这一撕 把这一斤的扣 蹲掉了 刚才这孩子 那些个钱 可都在户外里边 一斤一撕开了 胡拉一下子 这嘴铜钱 全掉出来 都掉到地上 长着一瞧 自己的母亲 拉偏手 帮自己打架 蹲在地上 捡人这钱 一捡捡了一把 扭头往家就跑 杨氏这打完了 气冲冲 转身也回家 到家 把门关上 望儿可不干了 挨离嘴巴 脑子上 叮光五四 歇了好些个大栗子 衣服还给撕了 最要紧的是 这堆钱 全掉到地上 而且自己一瞧 地上就剩三四个 都被长儿捡走了 这不成 你这是鸣抢啊 登登登登登 几步 跑到他们家门口 啪啪啪啪啪 砸这个门 这一砸门 院里可听见了 知道是谁 但是 但是没时这茬 就听小孩站在外边 这痛骂街 开门 拿着我的钱还给我 您不能这样 我放火烧了你们家 这一喊 屋里边 尝尝挺高兴 哼 就不给 就不给 谁让你没事干呢 哼 杨氏说怎么了 他说闹什么呢 我 捡地上钱 哎 留下你那 剩下还给的 要是那干嘛 我不给 给别着 哎 肠儿就出了 你开院门 抓着一把铜钱 我去你的 汪汪一撒 望儿转身去捡 这儿光当 把门又关上了 小望儿在外边捡的钱 捡完了一数 不对 短六 准知道是肠儿扣下 心里恨 一委屈 哭了 刚才挨打的时候 都没这么委屈 这会儿真委屈 哭着喊着就回家了 两家就隔了三个门 出了长儿家 望左 也就是望东去 仨门 就是刘老三的家 望儿的家 哭着回家了 一进门 他爸不在家 他妈呢 做饭 他母亲 姓孙 街上都喊 孙的娘 好 不好惹 脾气大 好骂鸡 打变了鸡 闹变了像 讲究骂鸡 往那一站 一天一宿 不带虫样的 街上邻居都知道 不好惹也没人惹他 这儿正炒了菜 儿子回来了 小望儿一进来啊 哟哭得都不行了 我活不了了 妈呀你管我 怎么了 我今天我跟长哥们俩人口玩儿 玩儿他妈出来打我 抢我钱 他拿回去我上这儿药去 他都给我扔出来了 扔出来了 我一说短了好几个 管不管 家大人就是 问问你那什么 怎么回事 好好说 没有 一听就急了 当时这伙子上了 那不上 说一千到一万 我儿子吃亏就不行 我的枉法就是 我们家人不能吃亏 你要老这么琢磨着 这可不行 无名火旗 再像儿子这模样 一身的土 脸上 冲着一道一道的眼泪 脑袋这儿都红了 好几个大疙瘩 一斤这儿给咧开了 当时那伙子压不住 领着儿子就出来了 往胡同儿里边一站 拿手 一指邱老大他们家 开始骂戒 您就想 世上多难听的话 这儿都有 咬牙切齿 顺嘴的流 胡说八道 哎呦 要多压尘 有多压尘 街坊四林 开始听见了 跟谁啊 不知道 孙子娘又骂贤戒的 就有着好心眼的 咱们劝去吧 劝去 出来了 您别着急 因为什么 这逢这个人 越劝越来劲 这种骂贤戒的人 他跟醉鬼啊 有一瓶 就跟人喝多了似的 说人喝多了 耍酒 富二闹 您记住了 一百个里边有九十九个事 成心 啊 借酒 撒富二 以酒 折脸 不说喝完酒 就真糊涂了 糊涂他怎么不死去呢 他怎么不自己抽嘴巴呢 都是借着这酒精 我喝多了 我还是胡说八道了 我要骂街了 我要周桌了 我打架了 宣泄内心的不满 都是假的 啊 骂贤街也是如此 而且越拦着 越来劲 这个人呢 他都有这种表现的欲望 尤其像这种泼妇 他拿着个当一美啊 你拦着他 他来劲了 啊 越拦着 越坏 我 掉门又上来了 表情更大的丰富 而且加上动作 连说带笔话 哎呀 这个气派啊 这个做派 脸上买买买 好 他越说越不像人话 啊 开始是骂孩子 再后来骂家大人 尤其是骂到这杨氏 刚才咱们可说了 这杨氏这个女人不是特别的地道 啊 在外边偷着有这么几个相好的 街坊 司令也都知道 也有人遇见过 但是你说谁能说这个事 就瞒着秋老大一个人 这位孙子娘 骂着骂着 不过瘾 就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你个没羞没臊的 缺德的 你个冒烟的 啊 掉到河里边死了 猪冒泡的 五十里地 没有人间 你个狼掏的 蛤蜊转场 掏生一王八 三辈没眼眉 啊 瞧你们干这个事 别跟我装这真接烈女 瞧你们家还有钱 有钱抱紧的 啊 让你娘接着靠人养汉去 那个挣得多 哎呦 街坊一听啊 不想话聊 也没法搭钱 也没法劝 啊 就有那个 走了的 还剩几位 还坚持着跟着 还劝 在活脱口的那边 秋老大回来 秋老大这个人呐 怎么说呢 比较鱼卢 而且这个人没什么脑子 其实本质来说 还是老实的 今天在外边 喝了点酒 往回来 走到胡脱口一听 有父子人家骂鸡 支了口的一听 知的是 孙子娘 心里还说呢 哎呀 这是跟谁呀 这就是 哎 可再一听不对 每一句话 骂的是自己家里边 很为难 你是我 我是过去不过去 我往前走 啊 你骂的是我吗 我骂的是你 我打他 我堂堂正正一个老爷们 我跟一女的动手 不成 我走 走我上哪去 我跟这夺活吧 跟这听吧 好 越听啊 心里越烦 越听 活越大 人家的话说的很明白 言外之意 杨氏在外边有相好的 当时觉得脑子上的青筋的是 崩崩之蹦 一转身 又回去了 这边这个孙子娘呢 大概又骂了一来钟头 最后杰氏临出来 这算是把他弄回去了 话分两头 邱老大这心里可堵着放 哎呀 烦得很 这事闹 可是人家说的这个 自个儿 翻过来 调过去的琢磨 倒是有 倒是没有 嗯 也没地去 又找这么一个小酒馆 啊 给我来壶酒 来凉菜 坐在这儿 喝着酒 想那些事 从头至尾 来回着刀登 你这人哪 也奇怪 啊 他要说认准了这个事 是某人干的 他自己一想 怎么想 怎么想 是这人干的 那非得等破了案了 哦 不是 可是 身在当中的时候 你劝 不行 他自己会拿很多事情往上去套 啊 世上的冤假错案很多 都是从这儿来的 坐着一琢磨 越琢磨越醉 越琢磨越醉 喝酒吧 酒入愁畅 愁更愁 喝酒是个心情问题 啊 一大王哥们坐在一块 三年五年没见的了 啊 或者家里的亲戚 这一见面喝点酒 打心得高兴 啊 连喝带乐 喝多了都没事 就怕这个 坐在这儿自个儿 跟自个儿孕气 喝吧 一会儿就醉了 而且这个要醉 还醉得很难受 喝了这么一下午的闷酒 天擦喝了 又打这儿出来 摇摇晃晃 往家里方向走 那个年头 也没有露灯 天一黑了呢 人们都睡觉了 来到自个儿家门前 啪啪啪一攒门 儿子把门开开 爹爹回来了 连礼都没礼他 立了歪斜 晃了晃当 直接往里边就走 小孩这把门关好了 门插管插上 来到李建屋 孩子去睡觉去了 他说黑了 小孩也累了 那个年头睡得也早 小孩睡觉去了 媳妇杨氏迎出来 你才回来 你吃饭了吗 他这桥里 没说话 一转身 倒在炕边上 拉过被子盖上 睡觉 媳妇心说 这是外边喝多了 不说话不说话吧 归着东西 这都归着好了 洗了把脸 准备脱衣服 睡觉 按终点说 现在的终点 是夜里十点钟 媳妇刚躺下 秋老大 医疗被我坐起来 嘴里喷着酒气 眼珠子痛红 阳氏还没睡着呢 干嘛呀 你弄起来了 接手去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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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缓上来了 拿手一只 勾进人 我问你 今天 刘老三的媳妇 孙子娘 堵着门口 骂仙介 骂的是你 不是 今儿和孩子们打架 他跟着骂街 有这么一茬 怎么了 你甭提孩子打架 他骂了半天 我在拐弯那我可听听 句句说的是你靠人养汉 啊 你跟我说实话 哎呦 老天爷爷 天地良心哦 我们可不是那个人呐 打架 这个玩的 胡说八道 不能 无风 怎有浪 不挂风 书印怎么晃 你说吧 到底是他愿望你 还是你 确有欺事 哎呦 还是他爹呀 天地良心呐 举头三尺 有神明啊 啊 这就是他冤枉我 没这么回事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 哎呦 你还让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 没有 我们这一心意的过日子 怎么能干那个事呢 嗯 嗯 要照你这么说 就是 孙子娘 愿望你了 哎 太对了 他没凶没臊 他胡说八道 他那是冤枉我 我可没有这个事 好极了 既然要是没有 这个事 倒好办了 啊 你说吧 啊 你说怎么着都成 嗯 既然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他委屈你了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我给你一根绳子 马上出去 你吊死在他家 门手 就好了 我给你个人 我给你召索的 感谢观看